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中国大陆广东省深圳市 在今天发布了公告 指巴西进口的冷冻机翅 核酸检测呈现阳性 网络上还谣传 这些带有新冠病毒的机翅 已经流入了广西南宁 让当地的民众相当不安 但是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 早在第一时间就把有关商品 全数封存回收 请民众放行 冷冻机翅加入辛香料 调味腌渍 最后送进烤箱 烤得外皮金黄 肉质咸嫩多汁 令人食指大动 冷冻机翅让美食轻松上桌 在中国神受婆婆妈妈欢迎 但深圳市卫健委13号 却发公告 指当地龙岗区 对冷冻食品进行排查检测 悔然发现一份巴西机翅 核酸检验呈现阳性 网路还谣传这些问题机翅 已经流入广西南宁 让当地人心惶惶 我们总共是抽检了154份食品 还有及其外包装 还有环境以及从业人员的标本吧 然后所有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 针对六大重点场所 比如说冷库冷冻场所 进行一个监督抽检吧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也表示 早在第一时间就向可能接触相关产品的人员 进行新冠病毒筛检 结果都是阴性 有关商品也全数封存回收 要民众安心 没有收到什么应用吗 目前没有 进口的关口做好检测 对于最终中断 我们这边消费者来说 还是比较放心 还有医师呼吁 病毒在涉事四度以下 仍可存活14天之久 当局因暂停进口有关业者的食品 而中国自从新冠疫情以来 就多次爆出进口食品外包装 带有病毒 对此中国当局也承诺会加强检测 确保民众使得安全 文首编译